启禀天君 启禀天君 今日晨起 乘着太子殿下先身的那副玄京冰棺四周 突然仙泽大赦 谁都进不得身 我看事有蹊跷 就赶来禀告一声 叶华的元神都魂飞魄散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仙泽护着 或许 叶华根本就没有死 叶华 叶华他又回来了 你们小辈都退下 此事不可外传 是 是 能否请上仙 去请莫冤上身 亲自到吴王海看看 我这就回昆仑须请师父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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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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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徒留一双背得半死的老父母和一个整日啼哭的小儿 可怜 最怕的就是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 你的表哥可怜 他的父母更可怜 留下的那个孩儿最可怜的 三年前 合族的人都以为我那表哥只剩下一副遗体 元神早就会飞湮灭了 他们做了副玄金冰棺 将它沉在那海里 当初我还去瞧过的 完全没有什么异样 可谁曾想昨日 那沉了几十万年的海 突然闹了起来 他们说将海水脚的腾起来的 是缭绕在冰棺四周的仙泽 你说岂不奇怪 我那表哥 元神都灰飞湮灭了 怎么还会有那么强大的仙泽护杖 总之我爹娘说了 说不定啊 我那表哥 他根本就没有死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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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怎么了 你接着说 嗯 如果他没死 那可怜的小阿黎 就不用整日哭哭啼啼了 你说的那海 可是吴望海 你的表哥 可是天祖太子夜话 你 你怎么知道 我 我可又泄露了什么天际吗 你可别到处瞎说了 如果我爹娘知道 我可就没有银子听戏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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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可不愿意偷了破云山 要顶你送过那珠子的 哎 那不是白血上是吗 是啊 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吗 君上呢 君上呢 君 君上 不是早就葬入吴望海了吗 来 夫 师父 师父 臭 叶华呢 我就猜到你会来这里 叶华呢 别怕 我一时就是来跟你说这件事的